我們看課本五十二頁 看到倒數十一行 第三段這邊 講到畜生阿涵 講到這個阿涵的定義 因為中國在講阿涵的時候 有時候講竊障 所以他說 這個一切經法的總會 這個叫做阿涵 因為原來的結集的 後來傳出的 那麼全部放在一起 那麼這個就叫做阿涵 他底下有個註解 瓜福 就導師說的說 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記錄 文字記錄基本上是第三次結集之後 才有了 那所以 他說 所以還不會稱為竊障 那那個是 中文在解釋阿涵 有用這樣的一個名詞 或是說以後 之後有文字的時候 那麼才用這樣來形容 這裡要肯定地指出 原始結集的相應修多羅 以後集出的是企業 就是我們 相應修多羅 其實他就是把這個詐喊 那麼三分教裡面 最初結集的 其實就是禁藝的直說 這部分我們叫他修多羅 後來 那麼為了 設持這個禁藝 那麼有所謂的企業祭誦 那麼企業祭誦 流傳的又不容易明白 所以又有廣分別說 又變成祭說 所以一開始是相應修多羅 就是修多羅 後來是企業 後來又祭誦 那麼這個 這個三分教 後來這整個修多羅相應 修多羅企業祭誦 就犯稱叫做修多羅 那我們早上有講 修多羅的意很廣的就是 後來一切經都叫修多羅 那麼比較嚴格的 局就是比較狹義的說法就是 單單指 十二分教裡面 敬藝直說 三分教裡面 修多羅這一部分 也是最初的這一部分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最初的是修多羅 後來企業祭誦 那麼這三個加起來 也犯稱修多羅 相應教 其實就是根本的相應阿涵 不斷地傳出 集出 到別邊為四阿涵時 以修多羅為根本 第一節節節的時間就是佛滅後三個月 那麼第二節節是大概佛滅後一百年 所以已經經過一百年了 經過一百年 那才有開始 有所謂的第二節節 那麼號稱第三節節 那個就是大比伯撒論的時代 那這個他說 第二節節分經為四部 那這個是在辟舍裡 那有號稱七百阿羅漢 那是不是阿羅漢我們不知道 不過第一節節一定是阿羅漢 第一節節一定是阿羅漢 那第二節節 照理講應該沒有那麼多阿羅漢 那第三節節大比佛殺論 也說五百阿羅漢 不過這個比較可能 不太 不太可能 這五百 節節大比佛殺論都是五百阿羅漢 也不太可能 五百十行夢多的意思 那第一節節是 這個五百阿羅漢 這個是確定的 大加設節節五百阿羅漢 第二節節有七百人 分叫做七百節節 這就是在辟舍裡 那佛的話區最主要的三大區 就從這個王舍城 就是摩羯多國 然後到舍衛城 喬沙羅國 還有這個辟舍裡 那麼這三個是最主要的三個地方 那這裡講到分經為四部 釋阿罕不是這個時候才有 不過那個時候才確定 就是說從第一節節節之後 那麼現在講的就是說 大加設節節那個時候 主要是 相應修多羅 就是主要是敬意直說 後來 為了方便開始有所謂的社授 那麼有所謂的企業 那企業多了 那麼這個經意不明顯 叫做不了意 那麼不明顯 所以開始有廣分別說 為了解說 這個企業的 後來是有所謂的祭說 那麼這三個後來就變成 變成所謂阿含經 雜阿含 又叫做相應阿含的主要的部分 那這部分後來 佛滅後開始 從大加設節節之後 那麼新的經典就一個一個出來 一個一個傳出來 一個一個傳出來 那慢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 開始就是 有所謂要把它分類 因為太多了 要分類 那到第二節節的時候 正式分為師阿含 其實是這樣 所以原來的雜阿含 那麼可能有之前 大家是沒有的在裡面 那其他的中阿含 長阿含 正義阿含 就有原來雜阿含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就是主要還是雜阿含 主要還是這個原來的 我們現在叫做相應修多羅 所以他這裡講 於解師弟論的色式分 說 幾筆相應教更以餘相而縮 這個相應教就是相應修多羅 就是最初結集的這個 成為長 中 真 一 那麼相應教雖以修多羅相應 不外乎韻 促等相應 而內容大大的增廣了 那我們說即使是這個雜阿含 最初的部分 它只是 韻相應 促相應 還有所謂的緣起相應 另外就是道平相應 這個是最初最主要的四種部分 那後來越來越多 世阿含的別邊 是從經法總集的這個相應教中 那經法總集後來就叫做阿含 那麼分出一部分 更新集出一部分 分邊而成 所以這個雜阿含也叫做相應阿含 是四部阿含的母體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有一個概念就是 一切經的母體是一切經的母體是四阿含 四阿含的母體是雜阿含 雜阿含的母體是 運相應 促相應 緣起相應 跟稻平相應這四部分 那這四部分又有三類 一類是修多羅 一類是企業 一類是技術 那麼修多羅是這個雜阿含 這個四種根本相應裡面的最主要的部分 是母體 所以就是雜阿含經裡面的所謂的 修多羅企業技術 這個修多羅經譯直說這一部分 是最初的部分 那麼它的內容 它的內容就是運 運 促 然後緣起 那緣起底下還有實 地 四地 四十 那麼這一些部分 然後還有所謂道平相應 這個是最初的部分 也是大家設結集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後來慢慢慢慢 就多了其他文體的部分 包括企業 包括技術 然後這一些為主體 就成為慢慢慢慢再加進來一些東西 就變成四阿含 那四阿含 依著大聖經典可以說是 依著四阿含為根本 也慢慢慢慢增加來的 那麼這一些後來就變成一切經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阿含經是一切經中的根本 這裏叫做母體 就根本 那雜阿含是阿含經中的根本 那修多羅是雜阿含經中的根本 那修多羅中最主要的是 運相應 促相應 緣起相應跟道平 所以常常說佛法就兩部分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無我 緣起無我 五運無我 六處無我 講這個 那怎麼贈得無我 就是三十七道平 好 余切論色是分 所抉擇的經意 是雜阿含的修多羅部分 也就是最原始的部分 最根本的部分 但有些卻是現存雜阿含經所沒有的 那麼現存的雜阿含經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雜阿含 那並不是最根本的 因為它已經經過部派修改了 就是我們說它有一些 那麼中阿含 常阿含 真理阿含 那有些可能是原始雜阿含的東西 那麼分出去的 那就是這樣 那現在的我們的雜阿含 它已經有一些就是 屬於部派的人 加了一些東西進去了 但是我們說它加了東西 並不代表它就是 它就不是最原始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從節節來看 但是因為比如說佛跟傅羅納講的 那麼它是最原始佛在的時候的東西 但是一直到佛滅後 那麼經由傅羅納的地址傳出來 就變成新增的 但是從它的次序來講是新增的 但是從它的內容來講 它可能是根本的 只是說它比較後面才傳出來 也有這樣子的 那我們這個事前有跟大家講過 佛法它基本上分作 如果我們要這樣來分的話 上次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根本佛教 是佛在世的時候 我們這樣看 是佛在世的時候說的 那因為 根本佛教裡面 還有分佛說及佛弟子說 比如說舍利佛說 穆建蓮說 佛羅納說 那現在的也是一樣 本來就有這兩部分 那主要是佛說 那麼是佛在世的時候 那佛滅後 佛滅後大家社結局的 大家社結局的原始佛教 我們這樣來看 這個上次有稍微講過一下 不然我們會誤會 中阿涵 長阿涵 真阿涵都是後面的 時代是後面的 但是內容有可能是原始的 或是根本的 那大聖經也是這樣 大聖經裡面的核心內容 有可能是最原始的 那麼原始佛教 會不會發到經理 經理是大一點 越來越大一點 看不到 用聽的就聽得到了 這樣不夠大 這樣不夠大可能一個 可能一個黑板子能解三個字 好 沒關係 這已經很大了 原始佛教 是佛滅後 大家社結局的 佛滅後 大家社結局的 佛滅後 大家社結局的 原始佛教之後 那麼就開始成為部派佛教 基本上像 七百結集這一種 第二結集已經都是部派佛教的東西了 因為佛滅後大概一百年 就開始分部派 就開始分部派 然後開始有所謂的部派佛教 那我們現在的扎阿涵 都是部派佛教的東西 然後開始有所謂的大聖佛教 那大聖當然有初期大聖 後期大聖 然後之後有所謂的秘密大聖 秘密大聖佛教 那大聖又有初期跟後期 那最初的 這個根本佛教裡面我們說 它主要就是佛說的 那佛說的 佛說後 佛後結集的 是這個所謂的 扎阿涵 這個我們就說 這個原始佛教裡面是扎阿涵 我們叫做相應阿涵 扎阿涵裡面的 修多羅這一部分 那我們早上有寫 這一部分 修多羅這一部分 後來加了企業祭說 那麼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裡面的 裡面的五韻 六處 緣起 事實 事地 然後包括道品 這一部分 後來慢慢慢慢多了 變成現在我們扎阿涵這一部分 那麼扎阿涵後來就變成四阿涵 那這個已經是 這個已經是部派佛教了 有些甚至是五部 還有一個小部 那四阿涵裡面 四阿涵裡面 比如說這個四阿涵 四阿涵裡面 扎阿涵 中阿涵 長阿涵 正義阿涵 因為它原來都是放在一起的 叫做阿涵 就是一切經濟的總會 全部都放在一起 太多了 所以把它分 分成砸阿涵 中阿涵 長阿涵 正阿涵 但是原始的部分 還是多保留在砸阿涵 那麼有一些分到中阿涵 有一些分到長阿 因為越來越多 那後面多出來的部分 有可能是 從根本佛教裡面 因為大家社結集的是一部分而已 我們說過 大家社就五百阿羅漢 那就結集一部分 那麼很多 比丘尼就是阿羅漢尼 就是也太也叫阿羅漢 但是是比丘尼 那麼即使三明六通 也不能參加結集 也沒有參加結集 然後還有一些阿羅漢 他已經入涅槃了 但是他跟他教導他的弟子 那麼有一些也沒有參加結集 會解脫的阿羅漢 也沒有參加結集 那麼出國 二國 三國的 很多阿羅漢 很多居士 也沒有參加結集 那麼這一些在結集之後 因為這些都會聽嘛 結集 大家都說結集了什麼 哦 佛跟我講這個沒有加進去 就流出來 所以有很多是從根本佛教流出來的 那麼就開始一直流一直流 越多越來越多 原始佛教的時候 就是從這個之後 從原始佛教之後 那麼有很多根本佛教裡面 因為每個部派他可能會 比如說這個護國寺的僧團 那麼有 就是大家要背誦 要保留這個 然後法華寺的僧團 然後元節縣的僧團 就這樣 那麼開始 那麼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護國寺的僧團裡面 有幾位大德是過去 也在佛時代天法這樣 流傳下來的 那麼他也有可能就是保留了 這個大家色沒有結集的根本佛教這一部分 大家色結集的我們叫做原始佛教 但是他有可能把當時佛說的 但是沒有結集的這一部分又流出來 加入他的部派裡面的宋裡面 當然有一些宋是他們自己 依自己的教育加進去的 後面會講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根本佛教的 那到了大聖 初級大聖的時候 他認為有一些的這樣的說法 那麼可能違背了當時佛說法的本意 所以他又用其他的方式 那麼可能重新排列主文 或重新宣說他的義理 那成就了所謂的大聖經 那麼他有些是從 義理是從根本佛教來的 那麼以其中的一部經或幾部經 然後重新組合成一個所謂的大聖經 那麼也有這樣子的 那麼這一些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比較後面的都一定是後代的人家的 雖然看起來是後代的人家 但有可能是來自於根本佛教 因為從這個大架設結局之後 從這個之後 就不斷不斷有新的經典出來 那這些新的經典 多數都是從根本佛教來的 多數從根本佛教來的 那麼所以 所以包括佛說其佛弟子說 所以就慢慢加進去了 比如說舍利佛 舍利佛傳承下來的僧團 那麼當然會以舍利佛 曾經教過他們的 舍利佛直接教的 那一定叫做佛法 不一定是佛說 但是是佛法 是覺悟的方法 所說的一定是真理 那麼 富羅那說的 那麼須普提說的 那麼雖然不是佛說的 但是他說的一定是佛法 那麼這一部分 他可能不斷不斷流出來 那佛有那麼多阿羅漢弟子 幾萬個阿羅漢弟子 那麼流傳出來的就很多了 那這一部分慢慢加加 加到最後非常的多 到了這裡的時候 就開始分四阿漢 所以四阿漢並不是說 後面的阿漢都是 都是後面的人編的 不一定 即使是大聖經典 那麼你也不能說 他不是佛法 不是 他有很可能就來自於根本佛教 所以我們底下看 他說 佛教師弟論抉擇的經典 那麼主要是修多羅這一部分 但有些些是現存雜含經所沒有的 加上 加上如上面修多羅與摩丹里加 舉出了二十佛經 舉出了二十佛經 是雜阿漢的 就是原來是屬於雜阿漢的 就是原來是屬於雜阿漢的 那當然射頌是後來的人 為了幫助記憶 然後編的 但是只要射頌裡面有的經 應該就是最初 雜阿漢修多羅裡面有的 射頌明擺的說到 有大空等二十一經 這二十一經 十八經 後來編入中阿漢 所以我們說 你不要認為說 那中阿漢、長阿漢、正經阿漢 是第二階級才有的 所以這個是後來加入的 不是 他有原來雜阿漢的 那麼編入到中阿漢 甚至編入到正義阿漢 但是最多的還是保留在雜阿漢就是了 所以你看這十八經 後來編入中阿漢 那麼雜阿漢、中阿漢、長阿漢跟正義阿漢 裡面的經的內容跟數目 南傳、北傳不太一樣 那麼有些在中阿漢的 那北傳可能 就是有些在北傳、中阿漢的 在南傳可能在相應部 或是在正義部 或是在長部 不一定 那有些在南傳相應部的 那麼有可能在北傳的中阿漢、長阿漢、正義阿漢 不一定 並不是說 十八經中的如來所說 那麼跟八立杖對照 那麼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中阿漢裡面有這個十八經 那麼在南傳的裡面 中部就是相當於中阿漢 但是你看這原來是在雜阿漢的 那麼現在放在中阿漢經 那南傳的放在中部 有的放在長部、相應部、正知部 你看四阿漢都有了 這四部 那反而這個我們在 就是看這個圖 我們稍微知道 那麼這些經 那中阿漢大部分都有經名 中阿漢的經大多數有經名 長阿漢多數沒有 所以都只能講第幾經、第幾經 那翻過來 那麼他說 為了要說明結集史上的一個事實 主張三世時有的說一切有不 有重經的十經批律師 重論的阿比達摩論兩系 那開始有所謂重經跟重論的 那阿比達摩比較偏重在論 但是有些認為要以經為主 那麼重經的有可能是 阿難這一系傳承下來的 那重論的基本上 也有可能是舍利弗這一系的 或是看是嘉瞻眼這一系的 就是這個還要看一下 這個佛教學者的研究 那他這裡說到 那麼有部裡面也有重經跟重論的 到後來大聖也是一樣 大聖也有重經跟重論的 那像維世基本上 維世跟中官都重論 那如果想我們要從大聖三系來講 如來賬可能是比較重經的 那麼大彼佛薩論集成以後 持經者 那叫做經部 反抗論思 放棄三世時有 而改取現在有 那現在有就是 過去跟未來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法體 沒有那個法體 三世時有 法體很蠢 那這個法體其實就是 一切現象 一切存在的現象 我們叫做一切法 世間存在的一切現象 叫做一切法 那麼這一切法裡面 那麼一一法都有那個法體 那這個法體過去 現在未來都實有 那麼這個有一點點 類似像我們說 舉例 例如說 現在有一點像平行時空這種概念 就是 現在是兩千年來講 那麼兩千年 你在這裡 那可能 一百年前 一千九百年前 你回到過去 那個你還在那裡 那你回到 你去到未來 那個兩千一百年 那個你還在那裡 那麼這個當然有一點點 我們有時候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那個法 過去現在未來 那個法體很蠢 那但是多數 多數的部派不認為 過去跟未來是實有的 現在是實有的 法體是實有的 那法 這個法的概念其實 我們說原來在阿含經裡面 一切法沒有講那麼廣 一切法指的就是五運六處十八戒 它指的就是這樣而已 只要是以身心為主的 身心之外的 其實佛陀不多說 那麼 所以一切法指的是五運六處十八戒 講簡單的叫做五運 講多的叫做十八戒 其實只是這樣 那麼所謂的一切法空 一切法無我 沒有牽扯到那麼複雜 純粹只是講五運無我 那後來慢慢慢慢 這個一切法的概念多了 那麼多了當然可能受到六派哲學的影響 那麼我們看佛陀時代 一切法主要就是五運而已 色色色相形式 從生理上講 從心理上講 偏重生理的 偏重心理的 跟偏重物理的 那分為運促界 好 那講多一點就是十八戒 就是跟程式的十八戒 那麼這個一切法不外乎是我們的身心經驗 那慢慢慢慢把法的概念延伸擴大了 就開始有所謂的一切法裡面包含 我們現在是以簡單一點叫以拒絕論的來講 那以為式的來講又多了 那與其實地論像這一種那也講得很多 那一切法原來不離開我們的身心 後來就離身心之外 仍然有所謂的現象 那就有所謂的有違法跟無違法 那有違法裡面開始有所謂的色法 心法 心所法跟心不相應行法 包括時間 空間 身柱 意滅 德非德 這一些它都有所謂的法體 反正一切現象的存在 背後一定有一個主體 那麼這個主體才呈現出這個現象 就是一切現象都是生命的 看起來是虛妄的 沒有錯 但是布派認為 一切虛妄生命的現象背後一定有一個主體 它叫做自信 它叫做法信 那比如說千江有水千江月沒有錯 這個水是虛幻的 這個水裡面的影子月亮是虛幻的 但能夠呈現出這個虛幻的水影 一定天空有一個真實的月亮在 那麼這個叫假必依實 那麼一切法的生命像裡面背後有一個法體 那這個其實後來就是 後來的佛法為什麼會變得相對複雜 就是因為加入了很多所謂的哲學的概念在裡面 那這一部分讓後面的人一直研究一直研究到 佛法已經就變得就是跟佛陀當時講的一 以正無我 以斷除就我此為主的不太一樣 那麼後來初級大陣要回歸就開始講我空法空 原來無我就無我也沒有什麼我 人無我 法無我 沒有這種 沒有這一些 原來是沒有這一些的 後來就開始有了這一些 那法的概念就變得比較複雜 那甚至到像說一切有不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原始佛教之後了 之後佛派佛教的東西了 那開始這種 這種牽涉到六派哲學的東西 尤其是像大聖或佛派佛教 受到非常多哲學的影響 那麼還有六派哲學裡面探討 六四外道裡面也有一些的 像這個六四外道裡面的波斧頭 他講元素論 那這些元素是真實存在的 那麼每一個元素都是一個法 那另外像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理解的 就是所謂的心不相應刑法 生住意面 一個法從沒有到有 不是那個法本身而已 還有一個生法 那麼你跟這個生法相應你才能生 跟滅法相應你才能滅 那你能夠從凡夫到聖人 有一個德跟非德 那麼這一些其實 說起來是其實蠻複雜的 就是它變成一種 我們現在講就是有一種抽象的概念 那麼哲學上叫做行而善的東西 那麼這些開始把佛法變得有一點點複雜 有一點複雜 那像到大聖像中論這一些 然後為世這一些 基本後來都 這個法的概念都已經是不一樣了 那所以才會我們會覺得 這個蠻就是跟 如果你跟阿罕經來看 你會覺得他講得更遠就是了 更廣就是了 那當然如果你說佛時代基本上 那些阿羅漢都沒有牽涉到這些 這麼複雜的概念 其實是沒有的 不過佛法的流傳它一定是 加入了所謂的個人的因素 時代的因素 一定還有就是佛法周遭的 比如說佛陀 即使是我們講的這個阿罕經 根本佛教 根本佛教裡面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針對六師外道說的 就是因為它最重要的是要抉擇 抉擇真理 抉擇真理一定要破斥 或是否定一些錯誤的東西 那麼當時流傳哪些錯誤的東西 一定要講 所以我們講最重要的是借進取 你一定要去掉借進取見 然後告訴你真實的是什麼 因為原來流行的都是這些錯誤的東西 所以要先否定掉這些錯誤的東西 叫做借進取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這個是這樣 這個我們稍微要講一下 正出國最重要的就是斷三節 斷三節裡面它的根本是什麼 神劍斷生劍 我們可以這麼說 就是它的根本 就是你是不是聖者 其實就以一個為標準 你有沒有斷生劍 你只要斷了生劍就是我劍 這個生劍我們叫做撒迦也劍 就是你只要斷了生劍你就叫聖者 就是金剛經說的一切賢現皆以無違法也有差別 就是你有沒有正到無我 你只要正到無我 這個生指的就是五韻生 這個生指的是五韻生 不是色生的生 是五韻生 五韻生包括色受想情世 你只要正得無我 這個無我 不管你是從五韻之到無我 從六處之到無我 從六劍或是八劍之到無我 還是從緣起之到無我 你只要正到無我 你就一定是聖者 那麼你斷生劍有一些差別 那麼就是分別我劍根本都斷了 那麼你還有兩道輪迴 人天人天兩道輪迴 那麼如果你把這個叫做賤貨 這個叫做賤貨 就是觀念上有我無我這個概念而已 就安安經常常講 是我 亦我 相在 那麼這個是我的三種概念 不管你認為集運我 離運我 還是運中有我 我中有運 那麼這三個概念你都沒有 所以所有我的概念不超出這三個概念 就是集運我 離運我跟相在我 不超出這三個概念 那麼這三個概念 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沙門 婆羅門的想法 那麼否定掉了 沒有了 那麼你就一定是聖者 正得無我 正得無我 你一定是所謂的 其實斷三劍 重點在斷生劍而已 生劍劍 但是你要斷生劍 你一定要先斷戒進取劍 那麼戒進取劍 那麼這個就講到當時 你一定要斷戒進取劍 那麼戒進取劍 主要是非因 基因 非果 基果 這個跟當時佛陀成佛的經歷有一些關係 那麼非因 基因 非果 基果 這主要是當時六師外道的修行方式 那麼這個跟佛陀為什麼成佛 他成佛以前的經歷有關係 那麼佛陀成佛以前最早是修什麼 修禪定 修禪定 那麼修禪定跟著兩個人學 阿羅羅加蘭 踏佛羅摩諾子 得到了無所有處定跟非想非非想定 那麼當時的人認為 包括他的這個禪定老師 阿羅羅加蘭跟踏佛羅摩諾子 認為這種境界就是滅盼 這種境界就是滅盼 那麼如果釋迦佛當時也這麼認為 這個就是滅盼 所以有四種外道滅盼 事無色定看成是四種滅盼 那麼這個你要先去除 你不去除 你沒有正滅盼 你以為你正滅盼就是得少為主 叫做為正言正 叫做真善慢人 那麼你一旦非果 基果 你就不可能再怎麼樣 再擺齒干頭更進一步 你不可能得解脫 因為這個實際上沒有解脫 但是你誤認為這個就是解脫了 那麼這個大部分在很多修定的 那因為佛陀當時的兩套解脫法 一個就是修定的 叫做瑜伽 一個是什麼 修苦行的 那麼這兩個是當時最流行的解脫法 那佛陀是先去修定的 修定要防止的就是非果 基果 你的境界並不是解脫 你誤認為解脫 所以愛罕經裡面常講 有四種外道滅盼 那四種外道滅盼就是非果 基果 它不是解脫果 你誤認為是解脫果 這個一定要先去掉 不然你用功 你沒有解脫認為解脫 另外佛陀之後去修什麼 修苦行 這個是修定 這個是重定的 重定 修定的 我們叫做重定的 這個是重界的 這個是苦行外道 這個是瑜伽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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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其實就是一種 一種身心合一的境界 這是瑜伽外道 這個是苦行外道 這個跟佛陀的經歷有關係 那麼你要去掉非果 基果 要不然你不可能得解脫 你就在大聖裡面他也強調 你在這個定中 你不能就住在這個定中 那麼非因即因是 你這樣 就是你得到的這種境界 並不是解脫 你如果沒有辦法分別這個 你會變成真三慢 那變成 變成是外道見 外道虐排 外道虐排 不是真的虐排 好 那麼佛陀後來 佛陀後來 佛陀可能修這個 可能不用半年了 可能不到半年 因為經典沒有實際上講 他到底修多久 他只是總結佛陀成佛之前 叫做六年苦行 那麼其實他最初去修定的 最初應該在屁舍梨 然後屁舍梨修了不行 又回到王舍城 就依止那個 一個是依止 踏佛羅摩納子 一個是依止 阿洛羅加蘭 那麼一個得到無所有修定 一個得到非想非非想定 那麼就認為是涅槃了 其實不是 那佛陀後來 認為這個不是涅槃 所以他又去找當時 號稱可以解脫的 另外一派的修法 因為最高就贈得這個了 再高沒有了 沒有其他更高的 所以他也沒辦法 所以就去後來修另外一套解脫法 叫做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是種種的苦行 那麼你只要這樣修 以這個苦行為因 那麼修到因苦行而死 你就解脫了 那釋迦牟尼佛這樣修了大概六年 這其實兩個加起來六年 或是六年多 或是這五年多 這個半年 不知道 就是兩個加起來六年 以這個為主 那麼六年苦行之後 他發現到這樣是不能解脫的 這個不是解脫因 所以才會有解 才會後來會講 累解苦行非涅槃因 就是你累解苦行都不可能成就涅槃 這樣的方法不能得解脫 你卻一直以為這樣的方法能解脫 那你到時都以這種方法來修行 你就不能得解脫 這樣的境界並不是涅槃 並不是解脫 你卻以為這樣的境界就是解脫 你雖然得到了這樣的境界 但你不是真解脫 那麼這兩種如果你沒有去除 你以錯誤的境界 執著錯誤的境界為解脫 執著錯誤的方法可以得到解脫 這兩種你沒有去除 你是不可能斷身見的 因為你沒有 你這個觀念 因為身見是 你要有正確的方法 或是你真正這個斷身見才是解脫 但是他這裡沒有 他這裡變成是 他的心進入一種很 類似涅槃的境界但不是涅槃 他沒有斷身見這種概念 好 那麼這個一定要先去除 那麼這個跟當時的沙門佛羅門有關係 那佛陀後來在菩提宿下 菩提宿下贈得涅槃 就真正贈得涅槃 是斷了身見 那麼他把這種境界說出來 所以他去跟吳比丘說法 第一個先跟他講離苦離樂的中道 然後再跟他講什麼 不殘不斷的中斷 所以真正的涅槃是非常非斷的 那麼當時的這個 這個沙門佛羅門裡面 主要的觀念不出所謂的 集入我離運我 不出這個概念 就是常見跟斷見 那佛陀後來就是 從他菩提宿下所悟的 那麼我們叫做從中出教 那麼戒教 就是從中出教把這個道理說出來 然後告訴你你要怎麼修 就是所謂的道品 然後慢慢慢慢 道品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在佛的一生中 跟這個說 跟那個說 慢慢累積成為三句道品 那一開始他這個無比丘講的 基本上就是講這個 那講了之後 那你還要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這個四弟 就是疑 疑就是什麼 疑就是對四弟沒有確信 四弟是什麼 疑就是對四弟對三寶沒有確信 那四弟是什麼 我們來看 四弟就是緣起 四弟就是緣起啊 所以常常告訴你要如此之 緣起就兩之嘛 流轉的嘛 有因有緣世間起嘛 有因有緣世間面嘛 那麼這個世間主要是指什麼 有情是 就是無因世間 主要是有無因世間 那怎麼斷這個身間 那麼怎麼 那麼講遠一點就是輪迴 叫做有情世間 有情世間 有情就六道嘛 就六輪迴嘛 有因有緣你會輪迴 有因有緣你有這個五因身 那那個因那個緣是什麼 就是我見我愛啊 所以無名為誤 他講的就是這個 那你要先了解 你要先了解這個道理 你這個了解 四弟的道理你不了解 你斷不了身間啊 因為你要斷這個身間 你要先知道什麼是身 為什麼會有這個身 這個身死了之後 是什麼一種狀態 還沒來之前它是什麼狀態 他為什麼會成就這樣的狀態 那麼這個道理你不知道 你要怎麼斷身間 你斷不了身間啊 那你如果不先斷這個 你怎麼會去理解這個東西 你不會去理解 所以你要先去掉這些錯誤的 然後建立正確的觀念 然後依這個觀念去修行 你才能夠得到這個 所以就叫斷三節嘛 那總結起來 你正的這個時候 你一定是沒有這個 有這個 你才正得這個的 你才依著法 這個依著佛所說的 依著佛所說的法 然後去觀照 觀照五運無我 你才正得的 你如果沒有去掉這個觀念 因為這個不用觀照五運啊 這個也不會把無我當成目標啊 因為當時不是斷滅的我 就是常見的我 沒有緣起無我這種概念 沒有 沒有五運無我 雖然講五運無我 但是是斷滅的 或是常見的 它就這兩種概念 那這兩種觀念要先去除 當時的沙門婆羅門 那麼你非因即因或非果即果 這個要先去除 那麼沙門婆羅門的這個五運無我 就是不是常見就是斷見 這個觀念要先去除 那麼如果沒有去除 你不可能去觀照 你不小心知道這緣起 無運無我這一部分 無運無我但是它相續 而不是斷滅的 所以佛陀跟 佛陀跟吳比丘說法 依他的經歷 依當時的人的這些想法 首先跟吳比丘講 不苦不樂的忠道 並不是依苦行 因為吳比丘是依苦行的嘛 非因即因的嘛 是非因即因的 那麼再跟吳比丘講 不常不斷的忠道 就是無我 並不是常見的我 也不是斷滅的我 那這是當時的 那麼因為這樣 你才能夠斷這個身見 斷了身見 你就決定得解脫 雖然你還沒完全解脫 但決定會得解脫 就算有隔音之謎也會解脫 出國 二國 三國都有隔音之謎啊 他再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 他一陣出國 二國 三國 有可能不知道啊 但一定可以解脫 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就會知道 就算不知道 他也保持那種習慣性 他也不會沦迴 也不會造善良道 也絕對不會 那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很多 就是說佛法 佛法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針對 就是針對當時的六四外道說的 但大聖佛法裡面 包括部派佛教裡面 有很多部分是針對六派哲學的東西 他在釐清 釐清這些六派哲學的概念 那六派哲學的東西就相對複雜了 六四外道多數 全部都是反佛羅門的 反廢陀的 六派哲學 都是站在廢陀這一邊的 那所以這兩層的知識 一直影響著佛教的發展 佛教的教理其實都不離開 就是如果是原始佛教這一部分 基本上 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這一部分 基本上是跟六四外道有關係 否定掉錯誤的觀念 建立正確的觀念 如果是大聖佛法這一邊 基本上跟六派哲學有比較深的淵源 那但是因為我們多數的人 不去讀六派哲學 或六四外道的東西 所以會覺得比較沒有 不知道 那佛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所以就會包括我們說一切法 這一切法的概念 在佛陀時代一切法很簡單 就是主五運 那你可以五運另外一種說法 叫做六處 詳細的說叫做十八戒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後來的一切法 就我們看 就社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應行法 那如果心所的話 就是心的作用 在佛時代簡單 最簡單的手法就是受想行 就三個而已 那如果再加上四受想行事 就四個 也不多 那後來的心心手法那可多 那三十幾個、四十幾個 那甚至有一百多個 就非常多的心手 那這些就變得非常地複雜 甚至還有非色非心這種法 我們叫做心不相應嘛 非色非心法 甚至後來色法 就還有所謂的表色、無表色 後來就複雜了 那複雜基本上都是 我們說叫做廣分別說的 詳細就是阿比達摩 那基本上它的特性就是 很多東西要界定清楚 要界定得非常清楚 包括界律也是一樣 過五不時 那個五到底是什麼時候 十二點春夏秋冬正中 十二點一分 十二點兩分 一分秒都不能差的 十一點四十五 春天是幾分幾秒 秋天是幾分幾秒過五 那麼過五了 不是時間上 如果這一口吃在嘴裡 那到底要吞進去還是吐出來 那麼這一種都要講清楚 阿比達摩的特性是這樣 要講清楚啊 它沒有模糊的空間 可是佛陀時代其實 它重點不在這邊 那這個我們稍微要知道 好,先下課